這個拋棄式信箱這篇文章我之前寫的 因為我會發現 你們有沒有發現現在很多的 你在網路上的服務 都會要求你要註冊 APP肯定你洩漏的資料更多 對不對 如果手機上面的APP 你同意之後 你不覺得上面有很多你的個資嗎 但是雲端上的服務 也有很多是不是要求註冊 而且現在不只是註冊 還要寄送一封Email 到你那邊之後還要啟用點錢 因為這樣才確定這個信箱是OK的 那我就要問一下各位 你都是天真的嗎 那你收到垃圾信也應該的 因為你都天真的 他有空就寄一下給你看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不是真心的 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 有些東西有些服務 我只是暫時來這邊用一下 或者你要深入險境 什麼叫深入險境 去某些不該去的網站 去某些不能說不該去的網站 就比較你覺得那邊比較容易有危險 比如說可能有釣魚的或者是 你不希望曝露太多個人資料的 你就可以用這個拋棄視信箱 那你可以直接Google一下 這樣也可以 你看我按右鍵直接Google一下 你會發現網路上就有蠻多的 蠻多這一類的服務 那有的服務 我是最喜歡用十分鐘的 十分鐘之後就自動消失 那也有的服務是你可以指定 比如說我大概多久的時間有效 超過那個時間就自動失效 也有 比如說你看我用十分鐘的 好一進來 有沒有就產生一組信箱就出來了 那你要去哪裡收發信件 就在下面啊 有沒有一個收件夾 你就等一下 待會他如果有信寄來 就在這邊出現 就在這邊直接點開 然後要啟用連結就在這邊按 這樣了解了嗎 這樣才不會老是把你的什麼 個人 雖然信箱現在不是說那麼重要 但是你總是不希望一打開 就是都是垃圾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避免就盡量避免 就是說你真的不是需要特別用到的 偶爾去一下的 或者你只要測試一下的 你就用這種信箱就好啦 那萬一十分鐘還沒有收到怎麼辦 你就跟他講 生啊再給我十分鐘 就再等一下嘛 對不對 等到時間到了 他當然就這個信箱就自動消失 就找不到人了 這樣你就沒有那個困擾 這樣OK 所以其實可以參考一下 反正網路上服務什麼都有嘛 什麼都不奇怪不是嗎 好